天南地北谈华语 昨天去换秤还顺利吗? 嗯,挺顺利的 干嘛?心虚啊 什么心虚? 老老实实地说 昨天我不是到烘焙材料店换那个坏了的秤吗? 嗯 那总不能我说是坏的,人家就相信我,给我拿一个新的吧 嗯 人家检查的时候,我总不能站在那里啥等啊 所以? 我就随便逛逛咯 然后呢? 然后,我看到一个造型很可爱,颜色又挺好看的电器 于是 买了? 哎,我怎么可能那么冲动 再怎么和演员也得先了解一下,是用才能买 那人家店员跟我介绍,我一听,哎呀,正合我意啊 究竟是什么? 电饼当 什么东西?拿来干嘛的? 煎饼啊,你不懂啊 哎呀,买了这个,以后就方便多了,我不用站在火炉旁煎饼了 要想吃煎饼做早餐,就用这个新买的电饼当 哦,你说的是电饼称,也叫做烤饼鸡 称?你搞错了吧? 这个字是锒当入狱的当 左边是金字棚,右边是当然的当 包装盒上明明是这么写的,电饼当 相信我,真的叫电饼称 这个字是个多音多异字 读做当,是锒当入狱的当,也是铃铛的当 读做称,是烙饼或煎食物用的平底浅锅 哦,原来是多音多异字 幸好买电饼称的事,目前只跟你提过,还没告诉其他人 要不然得有多少人以为我买了个插电的铃铛 原来是电饼称 以前可以用锅子煎,现在竟然花钱买个电饼称 又不是每天坐着吃 现在有了它就方便了呀 把面团或面饼放进去,盖上盖子 时间一到,打开就可以吃了 不用守在火炉旁 改天我用它做葱油饼给你吃 吃了你就不会这么啰嗦了 唉,为了做个饼就买个电饼称 厨房是有多大,摆得下那么多电器吗 不只可以煎饼,其他烧烤也行 烤鸡翅啊,煎鱼啊,或者是煎锅贴也行 还可以炒花生米呢 好吧,我等着 等你用你新买的电饼称弄葱油饼给我吃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 Click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订阅